美国东部时间8月30日,美股出现调整行情,三大指数均出现回落,隔夜,中国股市大跌,引发亚洲市场走弱,日本股市勉强收平。 盘前,由于新兴国家市场货币全面走弱,土耳其利拉再度大跌,欧洲市场表现疲软,重要指数权限下挫,尽管盘前PCR指数走强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强势,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均双双上涨,美元迎来反弹行情,美股期值也未能摆脱下跌趋势。 金甲在盘前出现跳水,早盘,三大指数全线低开,大纳斯达克指数在亚马逊大涨,历史首次突破2000美元,整数打关的情况,下领跑三大指数。 而美国方面可能放松,对部分国家的钢率进口配额限制,引发钢铁股大跌,加上金价下行引发的黄金矿股走低,材料板块早盘领跌。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逼近26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市场情绪回暖,苹果大涨超1.50%支撑三大指数表现,纳指翻证并刷新历史高点,标普500指数一度收复几乎全部跌幅,社交媒体板块全线走强,Facebook大涨超1%。 但CNBC突然报道特朗普有意支持美国新增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指数瞬间跳水,标普跌破2900点整数关口,导致跌幅超过100点,跌破26000点大关,纳指有涨转跌。 工业板块在卡特比勒KAT带洞下走低,尾盘三大指数小幅回暖,标普重返2900点上方,导致仍未能收复26000点整数关口。 市场开始关注周五美国和加拿大能否达成新的关税协定,市场恐慌性指数VIX日内暴涨10%,经济数据失业金手深人数。 上周失业金手深人数出现小幅回升,上升至21.3万人,但仍低于市场预期的21.4万人,就业市场并未出现大跌变化,但续深失业金人数继续下滑2.0万人至170.8万人。 8月份失业率预期,仍将维持在历史低位。 大宗商品原油方面,油价日内再度大涨超1%,突破70美元。 隔夜油价未能延续昨天尾盘的大涨,基本围绕每桶69.50美元震荡。 然而早盘传出消息称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下降非常明显,加上EIA原油库存数据利好,油价大涨,盘中突破70美元关键阻力,美元走强也未能对油价形成压制,为盘油价小幅回落。 中美贸易战消息因发获利回土行情,但仍占本70美元上方,黄金方面,金价日内大跌,隔夜美元反弹,金价震荡下行,并跌破每盎司,1,210美元关键支撑,盘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跌,美元持续走强,盘前PCE价格指数更成为美元反弹的关键。 PCE数据公布后,金价跳水一度逼近每盎司1,200美元整数关口,跌幅超过0.50%,随后小幅反弹重返1,205美元上方,黄金矿股随之大跌,加密货,币市场行情巨悉,雅虎财经在其平台上整合了比特币,以太房和莱特币交易,虽然目前可以在该平台上获得比特币现金, BCHE太经典ETC,或EOS等其他数字货币的数据,但目前尚没有购买和出售的选项。 据报道,跨国银行公司JADA银行,Standard Charter正在与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公司,SIM,的金融部门合作,开展一项试点计划,为区块链的贸易融资提供银行担保。 根据Exintelligence的一份报告显示,这项工作获得了数字分类账公司TradeX的协助,旨在将传统的纸张密集性流程转移到智能合约应用,从头到尾完全实行数字化银行担保。 据Coin Telegraph报道,安全代币交易平台OpenFinanceV证券代币发布了一个接受监管的交易系统ATS。 在美国和加拿大,ATS是一种非交易所的交易场所,它可以为买家和卖家匹配,找到交易方。 通常被监管为经济交易所,而非交易所,往期精选芝加哥公寓大火,一个家庭聚会中10个小孩丧命Carbill召回超过12吨碎牛肉,已染大肠赶军。 州长签署新法案,加州取消保释金制度美国房屋市场的最新走向一封来自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告别信时是法律留学居家旅游美食分享。 颜�老大福祉河音出来